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葡萄酒 因为我们洞主人特别喜欢喝酒 不管是洋葡萄酒啊 还是什么葡萄酒啊 米酒啊 白酒啊 都非常喜欢 所以每家都会自己酿一些酒 现在先洗葡萄 把葡萄剪下来 剪下来好像不会有水进去 如果你这样沾下来的话 就会烂掉 会有水进去 你要不要喝葡萄酒 要 要啊 水满了 水满了 梦瑶 去灌水吧 谢谢 你太棒了 你不厉害赢了 你 一灌 不看 诶 浮起来这个 洗油给你吃啊 要不要 不要 不要 做完了 我要再吃 做完了 你再吃啊 好吧 做完了就是变成酒的咯 就不是那么甜咯 就有点酒味的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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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清昌姐他们到我们这里来玩了 现在跟秋子两个正在发面 我也去偷试一下 看他们怎么发面的 因为我们每次发面都发不好 学计上去了 学计上去了 先放在这里 做包子也没有规定说要什么 包子有不定的就是专门做包子的面粉 我们一般用那个普通面粉 普通面粉就可以了 冬天的时候用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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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鸡就先 鸡好啊 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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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用温水 我们在学技术 面团秋子跟青山姐已经发好了 等一下再来看他们包包子 我下去继续做我的葡萄酒 走吧 那我们下去吗 可以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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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洗过盐水的葡萄捞出来 把泡过盐水的葡萄用精水洗干净 现在把洗干净的葡萄放进塞子里面来 塞干水分 水分已经涼干了 我们现在要开始放到潭子里面去了 现在把涼干水分的葡萄倒进盆里面来 把它捏碎 不要烂 炒饭 葡萄银全部被我捏碎了 现在把它放进毯子里面 让它发酵 这是纯手工制作的葡萄酒 现在放冰糖 一般我们都是六斤葡萄 放一斤的冰糖 如果你喜欢吃甜的的话 你可以一斤葡萄放二两冰糖 也可以把这冰糖搅碎 这样放也可以 把冰糖倒进来 拌一下 好了 想制作葡萄酒的朋友要记住 这个葡萄一定不能放太满了 一定要留一点 因为它在发酵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引起 膨胀 我们的葡萄酒就制作完成了 过不了多久就有葡萄酒喝了 之前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忙关注转发哦 拜拜 拜拜